在家裡就是每天就是運動嘛 就剛剛講的想要那個 抽到自己的目標努力這樣 去年差不多六五六月吧 就有在練一些自己多年前想要練的一些體操動作 所以我就從那時候想說 哇我好像變成一個 立如飛就是 給自己很多拖延的藉口 然後想說認真來練一下 看可以練出什麼東西 然後到現在已經練了快一年了 就是還是沒有達成這樣 然後就 然後剛好有防禦這個期間 就剛好有很多時間 然後我就認真的 就是操練這樣 結果還是沒有練成 然後反正練了 直接就是痠痛 手啊 你到底想要幹嘛 你到底要練那麼好幹嘛 為什麼 你現在有什麼樣的目標嗎 你到底想要練什麼動作 你到底想要 我再試試現場給你 還是要示範給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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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蛤 我不是啦 就是一些體操的動作 什麼特殊挺身啊 牽水飄水 那你現在可以用大拇指 單單用大拇指伏地挺身嗎 示範一下給我們看 大拇指 大拇指喔 相乎胸肌跟蛋拇指的那個太重的迷道 對 我剛剛想的是 我以為你要練 把自己折進這個 童蜀麵 哈哈 哈哈 就是那種身體 你覺得他就蠻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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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他本身有在紅咖啡豆 然後我跟他買了在家 然後就是自己 就是這幾個禮拜 就已經 每天都喝他不同的豆子 哇 其實可能跟大家差不多吧 就在家裡做菜啊 然後很normal的家庭生活日 但是其實我 這一次的疫情有讓我很 很震撼就是 你看像 像 當大家都只能在家裡的時候 就變得百頁蕭條 然後 然後整個生活型它都變得 記得我們現在在開記者會 都還是用一個 視訊的方式 所以就讓我想到說 哇 我們性以為 賴以為生的一些職業 還是做信仰也好 其實在 在疾病面前 在細菌面前 在天災人禍面前 都是這麼特別不足道 然後 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時間 跟自己 工作 我變Gordon Renzi了 我 我每天都在做飯 然後 除了做飯 做飯 我這一次 花了很多時間 把我家所有的房間 全部重新打掃一遍 哇 大掃數 因為我本來就是 就是收一個櫃子之後 就要收全家的人 所以我這一次 大概花了 就是六次大掃數的時間 大概少了兩個多星期 然後家裡現在超乾淨 這麼快的 這一集 有馬 adding 嚇得更多 然後匯賴 到爬了